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百万买入 五年后大赔了两千五百万 打开屋门里头小额巧 客厅家卧室住起来刚刚好 像这样的小坪数套房 过去是不少上班族购物首选 但现在根据业者统计 全台套房产品 竟然高达百分之四十四 超过一年还卖不掉 过去这几年来房价的一个上涨 至于让这个套房价格节节上涨 相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准备的支配款相对也就比较多了 再加上它贷款博弈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它现在这个套房 这个卖压越来越重 以六都套房来看 十大滞销区中 台北市就洋洋沙沙占了七名 新一区排名第一 超过六成以上的套房都出现滞销 其次是松山 万华还有北投一带 新一区跟这个松山区的套房 他们的涨幅是 几乎是这十二个行政区里面 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里面最高的 市出的量越来越多 而价格又不愿意修正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就是新一区跟那个 松山区这样的一个套房 滞销的一个状况 套房难卖 推就原因 还是这过高的房价 导致恶性循环 想进场的民众 专家呼吁千万不要追高 买了房也住进价格套房 三菱新闻格子杠 六小文 台北报道 进场的民众 帮助